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下載Nintendo Switch Online App的蘋果版本即安卓版本 日前我們提供了這個斯布拉頓3官方有提供一個QR Code 讓大家可以下載這個紀念的這個名牌 但是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該如何進行 事不及時我們馬上開始吧 首先呢如果你是蘋果版本的話呢 請先打開你的設定按鈕 然後呢點擊你個人的頭像Apple ID這個選項 接下來呢選擇下方的媒體與購買項目 選擇檢視帳號選擇國家或地區 然後把這個國家設定在日本 那當你按下去以後呢 它也需要你同意一些說明書 那就按下同意右方的同意 接下來呢我們在這個支付的方法呢 就選第三個NASI就是兩個這個日文字的 然後要填入的呢就是其他包含這些 呃片甲名的信跟名 這個大家可以在網路上找到一些 比較隨意可以輸入的 只要能輸入成功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住所的部分 好當你輸入好之後 按下確定 確定好之後呢按下完成 這樣子的話你就順利切換到日本了 這個時候我們再打開App Store 然後在這裡最後面這個放大鏡裡面選擇 輸入Nintendo Switch Nintendo Switch Online 就會看到有這個App可以出現 這個時候我們就下載它 好那蘋果的部分先到這裡 好的接下來是安卓的部分 首先呢我們先隨便開啟一個瀏覽器 打開分頁 在Google裡面輸入 Nintendo Switch Online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APK 搜尋之後呢會出現的第一個選項 下載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安卓版本 APK Pure 點下去以後按下下載APK 這個時候它就會問你是不是要下載這個檔案 我們就按download 好的當你下載好之後呢 就按下這個軟體 它就會出現是否要安裝 點擊安裝 安裝完成之後就可以開啟 好的 這個部分呢 截至目前為止就跟剛才 蘋果的版本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安裝好APP之後呢 打開就會是 如果你的手機的系統是中文的話呢 它就會顯示為中文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一步一步的把它按下去 接下來再輸入人帳號之後 選擇你的帳號 它就會重新回到APP之中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按下開始 在最左邊就會出現 斯普拉頓3魷魚圈 那我們點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魷魚圈的APP了 那魷魚圈的APP裡面呢 在最右下角有一個QR Code 點下去之後呢 可以選擇使用相機的掃碼 但是如果你要是身邊沒有電腦的話 你可以先在手機把這個QR Code下載下來 選擇從已儲存的圖片中讀取 按下去之後呢 選擇你剛剛儲存的QR Code 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出現斯普拉頓3發售紀念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已經完成可以領取這個名牌啦 好啦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的 以上呢 就是分享該如何使用魷魚圈3 下載掃描QR Code這件事情 大家趕快去下載屬於你自己的發售紀念名牌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感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